第三百七十九章 暴露 大队人马从道路之上呼啸而过 带其一路黄尘 沿途嬉笑鹤马之声不绝于耳 在人马队伍的末端呢 是一些推着马车 以及扛着骑跑的人 他们并没有身穿与前面那些佣兵同样的服装 因为他们仅仅是佣兵团中一些负责洗衣做饭搭帐篷的下人而已 在这对布满灰尘的仆人队伍中 一个推着车架 脑袋上戴着一顶破烂的遮阳帽子的人突然微微抬头 那张被灰尘布满的脸庞除了一对黑色眼睛能够瞧清之外 其他的几乎全部被掩盖在了黄尘之下 一眼看去 几乎和旁边那些脸色木然的奴役没什么两样 唉 不愧是镇守边关的要塞呀 这规模实在是让人砸舌 远非帝国内部的那些城市可以比喻呀 望着那随着距离的接近 而岳家显得庞大的高耸城墙 他突然嘀嘀地叹息了一声 这声音哪 原来竟然是硝烟 看这情况 似乎是打算借助着这只佣兵团 然后混出这座帝国最后的要塞 队伍在黄尘中越加接近城墙 当在即将接近那座巨大城墙几百米时 硝烟眼睛微眯地望了一眼城墙上空处 在那里 似乎奄奄有着点点无形的能量波动 果然是有着能量感应啊 还好没有强行飞跃 不然的话 那些看不见的能量感应 恐怕会立刻暴露身形 而一旦被发现 以这种军事要塞所配备的特殊强弩器械 那可就真的成了任人狂奢的靶子了 硝烟微微地皱了皱眉 虽然那若是借助了要老的力量 普通剑弩难以伤到他 可那种经过特殊打造的稀少金属弩器 确实依然能够在他措手不及下 让其大为忌惮 毕竟 要老的能量能够让得硝烟发挥巨大力量 可却并不会让得他的肉体强横到能够与禁弩硬拼的地步 而且 作为这般庞大的帝国 若是说其没有对付高阶强者的东西 还真的是难以让人相信 那些所谓的破弃三连弩 神火弓 联魂剑等等名头 硝烟也曾经听说过 不过 这种骑兵太难以锻造 因此 也就只有少数的军队所配备而已 随着距离城门的越来越近 硝烟的目光也是落在了那高耸的城门处 当乔德城门处那几乎能够撑得上森严的防卫后 眉头又是紧紧皱起 在距离城墙还有百米左右时 奔驰的大队人马终于是缓缓地停了下来 从那拥兵团前方走出的两名男子 然后挥手带队 对着城门处行去 两名男子似乎是拥兵团的首领 求得两人与那些守卫笑谈的模样 貌似还与他们特为熟悉 想必啊 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这正轨关吧 两人在与守卫谈了半天之后 那脸色淡漠的守卫手掌动了动 似乎是被那位拥兵团首领塞了点什么东西 然后方才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 对着后者打了一个手势 那门口被堵得死死的东西 便是被搬了开去 乔德那些守卫竟然没有搜查队伍 萧嫣娜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身体也是软下了许多 满是汗水的手掌紧了紧车把 然后赶紧低头推着车架 跟着队伍对着城门通道行去 然而就在队伍即将进入城门通道时 一道冷冷的立鹤却是突然响起 将前方的队伍吓得赶忙停了下来 赤水让你们随便进城的 随着那鹤声响起 只见那幽黑的城口处 突然响起一阵阵铠甲碰撞的声响 片刻之后 几十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手持长枪 将城门口处再度堵了起来 一名脸色阴沉的青年缓步夺出 阴冷的撇着佣兵队伍 哈哈 原来是蒙拉少爷呀 几个月不见 当真是越来越气与喧儿了 乔德队伍被阻拦了下来 这位佣兵团的团长赶忙走出 当他见到那脸色阴沉的青年后啊 脸庞上赶紧堆出笑容 颤美地说道 巴努你少废话 以前让你过去倒是没有什么 可今天确实不行 家父说了 任何想要进入正轨关的人 都必须严格检查 青年冷笑了一声 玄机从怀中掏出一张白色宣纸 丢给一旁的守卫 阴测测地说道 给我把每一个人都检查一遍 一旦发现画像上的人就地格杀 那名守卫小心地接过宣纸 对着那位叫做巴努的团长 无奈一笑 然后一挥手 顿时那城门口处将近百名护卫 都是举出了手中长枪 然后开始沿着队伍检查过去 糟了 在刚才那名年轻人出现时啊 萧妍心中便是暗骂了一声 没想到如他所料 云兰宗的通缉令啊 已经传到了帝国边境地带 队伍之前 守卫一个个搜查过来 拿着画像比照了半天 方才放心 虽然啊 这些佣兵被他们的举止 搞得颇为恼火 可却并不敢再次撒野 他们也清楚 若是惹恼了这位青年 他们佣兵团啊 恐怕连城都出不去 那几万佣兵一个冲杀下来 就算是斗王强者 也唯有暂地锋芒 类似传说中的一一敌万 那仅仅只是少数强者 名叫萌辣的年轻人 双手赋于身后 眼神阴冷如毒蛇一般 夺着步子 缓缓顺着队伍走下 突然间他脚步一顿 目光扫过那些浑身散发着一股霉味 并且脸旁被黄土所遮掩的下人们 冷声道 让他们把脸擦干脚 这年轻人啊 心机挺深 没有丝毫那些帝国内部公子少爷们的娇气 见到那萌辣没有在乎自己的身份 直接来到这些身份低贱的奴仆身旁时 小眼眉头忍不住一皱 心头大感不妙 这样查下去迟早会暴露 在这种地方暴露身形 那后果可不太妙 听得萌辣的喝声 那些脸色木讷的奴仆 赶忙微微缩缩的低头 然后用袖子三两下的将脸庞上的黄尘擦了下去 萌辣阴冷的目光 缓缓的从那些奴仆脸庞上扫过 片刻后 略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刚想回过目光 眼神突然一凝 微微偏头 盯着那人群中最后一名 正低着头的灰袍奴仆 冷喝道 你 抬起头来 听得他的喝声 城门周围的人啊 都是将目光投射了过来 那些佣兵也是将错愕的目光 投注在这个身份低贱的奴仆身上 灰袍奴仆轻叹了一口气 只得抬起头来 那张被黄尘遮掩了五官的脸庞上 露出了一双漆黑如叶的淡墨毛子 目光与那漆黑的毛子一接触 萌辣先是一愣 那画像中所画之人的黑色眼睛 闪电般的从脑海中浮现而过 顿时脸色骤变 常年在战场拼杀赋予了他敏锐的神经 因此几乎是条件反射般 脚尖一触地面 身体便是暴退 在暴退之时 尖锐的刺耳声音从他嘴中好出 给我抓住他 他便是硝烟 然而他反应虽然颇为敏锐 可毕竟实力仅是在斗尸级别 因此他身体刚刚有所后退 硝烟便是一声冷笑 身体一晃 鬼魅般地追上了萌辣 手掌犹如鹰爪般闪电般地暴射而出 重重地砸在了后者胸口之处 顿时一口鲜血从萌辣嘴中喷了出来 一张脸棚变得煞白 一击未能取其性命 硝烟刚欲在补伤 那萌辣却是急忙地闪进了士兵之后 一个斗尸便是拥有这般敏捷身手 倒还真是不容易啊 十几杆锋利长枪 携带着淡淡的斗气光芒 狠狠地对着硝烟脑袋暴射而去 路线大开大合 充满了杀意的气息 不愧是从战场上存活下来的战士 光是这般气势 便不是普通士兵可以比喻的 脑袋扭动 虽然将长枪闪避而去 可硝烟的攻击啊 却是被阻了下来 乔德那些急速会拢而来的士兵 他只得眉头微皱地退后了一段距离 城门处 一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 这电光火石间的变化 特别是当乔德 那在正轨观中 被称为年轻一代中 最出类拔萃的萌辣 一招便是被打成重伤后 脸庞上的表情 更是有些呆滞进化 硝烟 他便是硝烟 那可击杀了云兰宗斗王强者云灵的硝烟 突然间 拥兵团中突然有人大声喊了一声 玄机带起一道道火热的视线 听其声音倒是并未有着太多贪婪 反而是夹杂着崇拜的味道 随着这名拥兵的喊声落下 顿时周围一片哗然 一道道充斥着各种各样情绪的目光 死死地盯在了硝烟身上 最近最震动加玛帝国的事 自然便是硝烟大闯云兰宗之事无疑 而随着云兰宗通缉令的发出 几乎所有加玛帝国的人都知道 谁能够向云兰宗提供了关于硝烟的情报 便是能够得到玄节斗气功法 这种级别的功法在市面上 那可是相当于好几十万金币呢 而且还是处于有价无市的境况 这般丰厚的利润足以让得很多人铤而走险 硝烟 这镇鬼关几万重兵 你是走不掉的 脸旁丈子 蒙拉恶狠狠地撇着硝烟 声音嘶哑地说道 蒙拉少爷 我想这镇鬼关的重兵啊 明明是属于帝国官方所有 什么时候成了替云兰宗办事的狗了 哼 我想这事儿若是传到加玛皇室去了 恐怕连你那父亲也是要受重罚吧 硝烟一把抹去脸庞上的黄尘 目光从那堵城门上的上百名精锐士兵身上扫过 冷笑道 听得硝烟的冷笑声 那些士兵啊 也是一阵 旋即有些迟疑了起来 按照程序来说呀 他们的确是属于官方军队 可不关云兰宗什么事儿 而那什么通缉令也并未经过官方认可 说起来抓捕硝烟那根本就是不合法的事 呵呵 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 就在这些士兵迟疑之时啊 一道阴冷的笑声却是突然的自城门通道中响起 旋即一位身着银色铠甲的中年人大步走出 目光冷冷的扫过硝烟喝道 我是镇鬼官的副统领蒙利 你擅闯众成 找我帝国军法 本该拿你官呀 劝你尽早束手就擒 免得自讨苦吃 你就是蒙利呀 云兰宗的狗 硝烟目光在蒙利身上扫过 感受着从机体内所散发而出的隐隐气息 心中喃喃道 看这气息 想必应该是二三星左右的斗铃吧 拿下它 脸色略微阴沉 蒙利一声音小 也不再废话 直接喝道 听得蒙利的喝声 那幽黑的城墙通道 顿时再度涌出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 然后将硝烟团团围住 手中锋利长枪在日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森冷的光泽 潜入失败 只得硬闯了 周围冲天而起的杀戮气息呀 让得硝烟脸色逐渐冷立 双手一动 巨大的玄中尺便是闪见而出 中尺挥动带起呼呼作响的风声 望着拿出武器的硝烟 蒙利阴森森的笑了一声 在几天前 他便是接到了云兰宗云山的传话 据云山所说 现在的硝烟 因当日在云兰宗上的大战受伤 而不再可能施展出那种 能与他战斗时的恐怖实力 故而蒙利方才敢答应此次的劫傻 不然的话 再给他几个胆子 也不敢来阻拦全盛时期的硝烟 毕竟一个能与斗宗相战斗的强者 即使是拼上了这座要塞里所有的战士 也不可能将之留下 给我住手 就在那些满身血气的战士 即将展开冲杀之时 一道立鹤猛然之间暴响而起 玄机一道影子 犹如铁塔一般的从天而降 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之上 将大地震得使劲地晃了晃 他目光环视四周 玄机停在了蒙利身上 冷笑道 蒙利 我的严甲军可不是云兰宗的人 你想要讨好云兰宗 那就自己动手 不要妄想用我的人去给你做垫脚石 木铁 你 乔德出现的镖形大汉 蒙利脸色瞬间铁青 怒喝道 哼 银甲军给我退下 没有理会他 那被称为木铁的镖形大汉 转身对着 那将硝烟包围在其中的精锐战士 和声道 是 统领大人 听得他的和声 那些士兵啊 没有丝毫迟疑 刷的一声 收枪的声音 整齐的没有半点杂音 安静的退回城门通道 犹如木桩一般动也不动 看这些战士的表现 明显这位叫做木铁的人 声望远非蒙利可比 你是叫做硝烟吧 哈哈 小子 有胆势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 让德云兰宗这般难堪的 若不是身份使然啊 我倒是要请你好好喝上几杯 犹如铁塔般的大汉 对着硝烟大笑道 笑声如雷 哈哈 多谢木铁统领 突然间转好的情势 让德硝烟那略微一正 乔德木铁 那并未怀着什么恶意的脸庞 当下微微一笑 客气地回道 也不用谢我 我只是做我分内的事 如果云兰宗那张通缉令被官方所承认 那我也只能拿下你了 不过还好 木铁摆了摆手 斜瞥了一眼脸色铁青的蒙利 笑道 只要你能从这个家伙手中离去 那么这阵鬼官便是乌人在阻你去路 如此 那便多谢了 文言那 硝烟脸庞上 不由的流露出一抹森染 转头望向蒙利 轻笑道 蒙利副统领 想要我的人头去云兰宗领赏 那便自己动手吧 小混蛋 好大的口气 我今天就不信了 我还收拾不了你这重伤之体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蒙利没想到 这次竟然会把自己给套了进去 说实话 他心中啊 很是有些惧怕硝烟的那些手段 毕竟像云灵那种强者呀 都是栽在了硝烟手中 可这种时候 他若是气软的话 恐怕在这正轨观中 他的声望将会跌落至谷底 因此 既是心中忐忑 他也唯有硬着头皮 第三百八十章 离开加玛帝国 城门之口 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呐 围拢在此 一道道目光 夹杂着些许的期盼与好奇 停留在空旷地带的两人身上 这段时间 萧妍的名头 几乎已经让得所有加玛帝国的人 为之知晓 而对于这个 单敢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云兰宗的传奇人物 很多人呢 都禁忌是听说 而如今有幸亲眼见到他出手 当下无不是满脸期待 他们很想知道 那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 究竟是否属实 这个年龄不过二十岁的年轻人呢 真的有能够击杀 斗王强者的实力吗 木铁双臂还在胸前 犹如一尊黑色铁塔般 安静地站立着 可却不怒自危地散发出 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压迫感 从他这不经意间 所散发而出的气势来看 其实力明显远远超过了蒙力 按照萧妍的猜测 这位中年大汉 恐怕已经到了斗铃巅峰级别 以他的年龄 就算其修炼天赋不错 这也是有些令人砸舌了 当然 这其中应该少不了 常年血战的缘故 战场的生死战斗 始终都是催人快速成长的 修炼圣地 此时的木铁 也是饶有兴致地 盯着那抽出巨大黑齿的消炎 这个极其特殊的武器 几乎已经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标志 因为这 现在这加玛帝国中 甚至有着不少年轻人 都是开始流行起 使用这种另类的武器 当然 以木铁的眼光自然不会认为 那些模仿者的尺子 能够和萧妍那把古怪黑齿相比 因为在先前那把黑齿出现时 木铁清楚地感应到 萧妍的身子竟然略微下沉了一点 显然那把黑齿的重量可不可小视 既然蒙利副统领打算亲自出手 那我作为正规官的最高首领 你们在我的地盘彼时 那自然是需要听听我的规矩 披了一眼从那截中 抽出一把血红大刀的蒙利 木铁笑了笑 脚掌猛得一跺地面 顿时两刀裂缝顺着他脚掌蔓延而出 最后快速凝聚成了一个大圆圈 而那圆圈则刚好将萧妍两人围在其中 两位实力不弱 我怕对周围造成什么损失的话 那可是有些麻烦 毕竟修东西也是要钱的 所以就以这个圆圈为界限 谁被逼出了圈子那便是谁输 不过事先提醒下 这不是什么生死较量 所以也没有必要打个你死我活 不然的话 一旦蒙利副统领不幸给萧妍废了去 我短时间内去哪里找个副手啊 听得木铁这蕴含着嘲讽的笑声 蒙利嘴角微微抽搐 他也知道在镇鬼关 木铁与他几乎是水火不容 可却没想到 他竟然在大厅广众之下 如此不给面子 冷亨了一声 蒙利目光阴冷地转向消炎 雪红大刀威胁 一股身黄痘气迅速包裹而上 顿时淡淡的血腥味从刀身上弥漫而出 丝毫不在意蒙利的怒意 木铁自顾自地笑道 不过萧妍啊 你也不要太大意了 蒙利副统领修炼的可是 玄节低级的土属进攻法 而且那同为玄节低级的血红杀斗技 就是我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木铁 你不要太过分了 听得木铁三言两语 竟然便是把自己的底细给套漏了出去 蒙利脸色瞬间铁青暴怒道 哈哈哈哈 好 我不多说话了 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木铁冲着萧妍耸了耸肩 旋即一挥手 淡淡地说道 开始吧 深吐了一口气 萧妍紧握着玄众齿的齿柄 注视着对面满脸杀意的蒙利 刚欲动手 其心中却是突然响起了要老的声音 让我来吧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尽早离开加玛帝国 以免多生枝解 好吧 无奈地耸了耸肩 萧妍娜只得打消了想趁机试试那天火三旋变的念头 在周围众人那诧异的目光下 缓缓闭上了眼眸 嘿嘿 好狂妄的家伙 瞧得萧妍这姿态 蒙利顿时大怒 以他的身份 何时受过这般轻视 冷笑了一声 浑厚的深黄色痘气自体内抱涌而出 顿时城门之口 黄沙涌动 那骨子黄沙中生腾而起的凶悍气息 让得周围那些围观的佣兵都是赶忙地退回了几步 玄机满脸露着羡慕 斗灵级别 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呀 黄沙逐渐散去 那全身被包裹在一层黄色痘气铠甲中的蒙利 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手中血色打刀上 锋利的刀钢爆射而出 在地面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手中血色受到刀气的滋润 越加显得鲜艳 眼睛死死地盯着闭目的硝烟 蒙利身子在沉寂了瞬间之后 猛然的一声力喝打破了周围的寂静气氛 脚掌一踏地面 身体犹如炮弹一般 几个闪夺便是出现在了硝烟的面前 手中血刀带着那大开大合的血腥杀气 犹如霹裂大地一般 直接地斩杀而下 这家伙的血刀斗技 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看这玩声势 即使是普通死刑斗师 也难以接下 感受着蒙利那极具压迫的刀势 木铁眉头忍不住地皱了皱 旋即目光转向那依然闭墨 如若未闻的硝烟 喃喃道 这个家伙在搞什么 我观察他的气息 似乎也就只有大斗师左右啊 这难道便是他的真实实力吗 尖锐破风劲气在头顶响起 萧炎眼眸缓缓缓睁开 顿时漆黑毛子中 一清一白两色火焰 诡异腾闪 目光扫过萧炎那诡异的双瞳 蒙利那满脸杀气顿时一致 然而手中血刀却依然是没有丝毫迟疑 依然是狠狠对着萧炎脑袋劈砍而下 手掌青苔 巨大的玄仲齿忽然上移 与那蕴含着凶悍尽气的血刀碰撞在了一起 顿时火花似箭 一股肉眼可见的能量涟漪 从两者接触处扩散而出 旋即掀起满地的黄色沙浪 单手握着玄仲齿 蒙利血刀死死地压在齿身上 然而 不管他脸色如何胀红地夹住着力量 可那把齿子 却是犹如被凝固在了半空中一般 纹丝不动 脸色胀红 呼吸急促的蒙利 与那脸色平淡 甚至连呼吸都没有半点紊乱的消炎相比 几乎是两个极端 好强的力量 几乎是在突然间从体内涌出 这个消炎隐藏实力的方法很奇特呀 光看气息的话 任谁都只会把它当作一个打斗师 看见那从容不迫的消炎 木铁眉头忍不住的一条 赞叹道 城门口周围呀 那些围观的拥兵以及士兵 有些粗恶的望着 那被消炎随意一挡 便是把凶悍攻势阻拦而下的蒙利 要知道 在这正轨观中 蒙利的实力虽然算不上顶尖 可那也是能够排进前五 平日剿匪时 那把血刀 不知道砍了多少嚣张跋扈的强盗人头 然而今日 无往不利的血刀 却是被一个青年 不急不缓地阻拦了下来 滚吧 这一点实力也好出了现丑 缓缓抬头 萧炎眼中两色火焰轻轻跳动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左手犹如川花摘叶般 闪电般地印在了蒙利的胸膛处 掌心微躯 近起猛然暴吐 胸口如被千斤巨石砸中一般 蒙利眼瞳皱缩 拳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体倒飞而出 最后重重地砸在了城墙之上 最后在一杆呆滞的目光中掉落而下 灯下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犹如残涌一般蜷缩着 身上的斗气铠甲 也是直接被一击给镇成了粉碎 手掌艰难地抹去嘴角血迹 蒙利脸庞上有些难以置信的痛苦 老宗主不是说这个家伙实力大将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还这么强 城门口处 梦着那被一掌便是轰出了圆圈界线的蒙利 所有人呢 都是陷入了沉默 好伴赏之后 方才有人滴滴深念了一声 斗灵级别的强者 仅仅是一个回合 便是直接吐血败场 这个看似不到二十岁的青年 竟然真的恐怖如斯 此时啊 那些本来还因为那通缉消炎的丰厚报酬 而有所心动的人 终于是彻底的死了心 看前者那狠辣的出手 恐怕传闻中击杀云陵的事应该不假 一个能够击杀斗王级别的强者 这些佣兵团就算是拼进了全团之力 恐怕也不够人家几个手起刀落吧 啊 果然很强 难怪组长会传信过来 让我如果有机会 便是趁机卖给消炎一个人情 这份实力值这个价 木铁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望着那收掌而立的消炎 忍不住地在心中喃喃道 消炎转过头 眼瞳中的青白两色火焰急速消散 就在他刚刚取回身体控制拳时 心中药老的声音呢 突然响起 消炎 赶紧离开这里 不要再拖延了 赶快 听得药老的声音呢 消炎先是一正 旋即脸色忍不住一变 心脏也是骤然提速 在药老的话中 他分明听出了一点惊慌 喉咙微微震动 消炎额头上浮现些许冷汗 心中念头急速翻滚 当初即使面对云山时 药老都是没有丝毫胆怯 而如今却怎么的 竟然会出现这般情绪 到底是什么东西 嘴中啊突然的有些干涩 消炎也不敢在此多问 手中中齿快速收进纳戒 转头对着木铁说道 木铁大头领 不知此时 我是否可以离开 哈哈哈哈 自然 我说过 只要你能打败蒙力 那么这正鬼官任你尽出 木铁大笑道 多谢了 消炎轻笑了一声 拳击在周围数百人的注视下 静止对着城中行去 在即将进入漆黑通道时 他脚步突然一顿 作为此时这里的主要人物 随着消炎的脚步顿下 周围的窃窃私语顿时安静 一道道炙热的目光 盯着青年消瘦的背影 一些女子 眸中啊 更是洋溢着 令人无语的崇拜爱慕 木铁头领 这份情日后 我会偿还给木家 消炎片头 对着那略微恶然的木铁 沉声道 愣了一愣后 木铁笑了笑 与聪明人交谈啊 的确省心 另外 蒙利副统领 目光转向那脸色阴红的 被蒙蜡浮起的蒙利 消炎视线缓缓地 在城门口上的几百人身上扫过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豁然转身 洒脱从容的身体 消失在那黑暗之中 而那淡淡的声音呢 却是悄然传出 请你帮我转告云山 少则两年 多则五年 我消炎还会回来 到时候 请他洗干净脖子 我消炎亲手取他性命 了结今日的恩怨 听得那传出的淡淡声响 城门口处 即使是木铁 也不由得满脸呆滞 让一个斗宗强者 洗干净脖子 这份豪情 在这加码帝国中 恐怕这个年轻人 是低 第一